接下來我們看一點點一個影片 日本的實驗影片 使用上米天秤的實驗影片 好準備 要有個天秤 要有砝碼 請你把它放好 放平穩 水平 不要歪歪斜斜的 就告訴你它的名字 調整螺絲啊 閩啊 指針啊 板子啊 什麼這些支點啊 這是說法而已 名詞 告訴你說我可以蹭兩克到一百克 它有一個測量的範圍 然後感度有多大 能夠對一公克的感覺 還是兩公克的感覺 OK 它是一百毫克 這是它的上米天秤的收法 要把它收好 它有寫個一跟二 放左邊跟右邊的 但是 我們的沒有 然後你就要調整 教主的螺絲 讓指針指在中間 或者左右擺動一樣大 表示已經平衡好了 因為它停下來不容易 因為它停下來不容易 這是要有撐兩指的 理論上左右都一樣 應該就會一樣中了 就沒有差別 對 對 在最後放左邊 馬馬放右邊 可以拿你的奶油桂花手去拿 還有鎂子夾 就是不同的夾法 一大格的跟小的 然後可以用一個就解決 然後可以用一個就解決 來一大堆 重的放中間 輕的放旁邊 用一個解決 開始放 開始試啊試啊找啊找啊 太重太輕 趕快自己調 好 終於做成功了 然後就做完了 那就把法馬 只要放 這樣加起來就是你要的東西 這告訴你左右擺一樣大 因為它停在中間不容易啊 要把它加起來 加起來就對了 把它加起來 OK 就是你的質量 就是這個我們通常不會做 要你收起來啦 你們大家都不會做這件事情 我們台灣沒有要求做這件事 重要事項 剛才講過的話再講一遍 擺好 擺正 擺平 認識它裡面的結構 然後知道它的蹭量範圍跟感度 會多少會動 會什麼之類的 那就是一百兩百的最少多少 然後告訴你把它擺好 這台灣也沒有做 我們沒有這個編號 然後調整螺絲 讓它平衡 讓它平衡 要怎麼調 我問過了 向內向外 我問過了 調到平衡 就OK了 然後代車路放左邊 不要用手拿 要拿鑷子拿 這隻不同的拿 這是不同的拿 這是不同的拿 然後正量就一個人解決 不要放很多個 然後把馬放右邊 做到兩邊又在平衡為止 然後就把它加起來 然後就把它加起來 就是我的質量 影片就是把我剛才教的話 再給你演一遍 你就記住那些注意事項 什麼帶車路放左邊 把馬放右邊 不要拿你的奶油桂花手 去拿那個 把馬之類的 那都是考試會問的問題 就這樣子 就是上米天平的使用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